现在大家怎么做 穷则变变则通 槟榔西施变成又火腿足了 怎么说火腿足呢 他们就要用这个好像呢 是这个对讲机的这个方式 先跟问奖先生聊天 聊一聊呢 然后再告诉他说他在什么地方 叫他来买槟榔 哇真的是伤脑筋 据说呢 学林志玲的声音的话 最受到大家的喜爱 乐乐年纪才二十出头 穿了一套泳装式洋装 不仅穿着显眼 但要能够招揽生意 还得要会撒娇和卡车司机 拔甘情 这么忙啊会不会很累啊 不会啊 是因为听到我的声音 才身体好的吗 还笑 乐乐只要一穿上制服 就用无线电呼叫 线上了卡车司机 非常的嗲声嗲气 和问奖聊天 对方要是觉得有趣 路过时也会来光顾 吸引生意上门 对啦 我没用声音好吗 你怎么看不下啊 你怎么看不下啊 我幻想啊 问我 你电门在那儿啊 他想来看看 你学习怎么办啊 和司机聊天 不仅帮他们提振精神 冰狼西施还会用无线电 帮他们报路况 有时候跟会当起 报备啊 通知哪里有警察 正在取缔违规 冰狼西施和司机 就这样经历起友谊 让业绩倍增 如果没有用 大概在三次前 有用就是乘以二 两倍 不仅气要抢生意拼业绩 冰狼西施现在 不仅光要秀身材 也要训练自己 用甜美的声音 加强口才 中天新闻 翁崇文 陈云龙 高雄报道 中天新闻